18岁的老太太被蜘蛛带进矿洞 她周身缠满蛛丝 被及时赶来的铁柱救下 他们意外发现了黄金矿脉 这一下可要发财了呀 然而母猪也喜欢这种黄灿灿的石头 她想要独占财富做下一个五命娘 危急时刻铁柱拿出防狼喷雾 对着母猪筐筐筐喷了几下 呀呀呀呀呀这是什么 母猪连连后退 忙不迭地擦着脸上的辣椒水 铁柱带着老太太在母猪眼前晃了一圈 母猪骂骂咧咧大男人随身携带辣椒水 你这也太狗了吧 另一边全身被纹身覆盖的蜘蛛 准备生吞凳子上的小伙 巨型蜘蛛怪给小伙身上缠满蛛丝 然后对着它不停地炫 猪怪的胆子很大 连警车都敢追 蹦蹦跳跳窜到警车上方 在车顶掀起震动 警长对着车顶抬眼的枪 同的猪怪吱哗乱叫 乳白色的粘液滴到警长嘴上 还没来得及杂巴一下味道 同时听到动静跑出家门 朝着手骨足蹈的巨猪 哐哐就是一枪 几人打算乘警车离开这里 好在铁柱掩提水快 对着屋顶的巨猪 哐哐哐哐就是两枪 疼得它呀浑身乱颤 无数只巨猪寻着声音追反它们 几人来到小镇上的波音室 告诉这名巨型蜘蛛灾难来袭 此刻还没人相信 就连波音员都认为它们在玩真心话大冒险 可下一秒 猪怪出现的车外 它使劲摇晃着波音车 试图将车子推翻 找到猎物 大花呼吁证明 全都聚集到购物中心 那里有钢筋水泥墙和坚固的铁 很快猪怪凭借一己之力 就将车子闲翻载地 而它自己也半天没能翻过身来 三人趁机跳出波音车 猪怪紧随其后 试图阻拦警车 它笨拙的躯体再次摔倒 蜘蛛越来越多 不但攻击人类 还很快就占领了小镇 当然其中也有蠢的 比如这只 那也有攻击力极的 专挑猛女袭击 你敢信 这些巨型蜘蛛怪会盖帽 藏在螃蟹壳下面 一口一个人类啊 它们也会协同合作 至于分不分享食物 这个就看谁能干得过谁了 这不是蜘蛛大反攻吗 街上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购物中心外面 人 车 蜘蛛 形成了一部恐怖片画面 警长和大花 举枪掩护居民进入室内 眼看寡不敌众 大花在铁门关上的最后时刻 成功进入超市 小镇在货车失控的时候 就已经失去了信号 想要打电话求救 只能爬到镇子最高的信号塔上 铁柱和波音员自高奋勇 好不容易拨通求救电话 信号塔下面 却围满了小蜘蛛 其实波音员有恐高症 但他选择从楼上跳下去 猪怪强大的攻击力 很快就将肛门侧穿 他扒出一个大洞 却没有进来 而是放了一堆小蜘蛛来练手 众人边打边退 现场一度混乱 没有对抗能力的 早已躲进地下室 逃过一劫 一个月后 救援队及时赶到 救下了镇子上幸存的居民 这部剧最离谱的地方就是 蜘蛛还会发出可爱的叫声 属实是一部极具喜剧风格的恐怖片 二十多年前的内容也很欢乐